今天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佈的確診人數是240個 而且慢慢看起來有擴散到其他縣市 也宣布全國停課 顯然這個疫情現在已經不是只有在雙北 很有可能會向台灣其他縣市散步 因為這個疫情已經跟過去零確診的目標戰略不一樣 所以我們必須應用新的疫情 重新設計我們整個防疫戰略 先就醫學的觀點跟大家說明一下 一般來講新冠肺炎確診的案例 大概到後來會出現這種 大部分有些病人是沒有症狀 有些病人是很輕微 比方說流鼻水要頭痛 到那個會喘程度的大概只有20% 也就是說絕對需要住院的 在確診病裡面大概是20% 然後有4%很可能就是需要到加護病房 包括這個插管 那麼既然新冠肺炎的病確診案例裡面 只有差不多20%是絕對需要住院去治療 那面對我們現在台灣 到底未來幾天 整個全台灣到底會有多少確診案例 現在不明的狀態下 我們必須重新設計整個防疫戰略 所以現在是這樣 凡是快篩或是PCR確診的 你知道 不必馬上進醫院 甚至更不用進那個不壓隔離病房 而是先有一個地方先讓收容他們 要觀察 那如果他們只是流鼻水要頭痛 就在那個地方處理掉 也許我們就發一些止痛藥 什麼給他處理掉 退消藥 那麼有問題的決斷 當然要送到醫院 那同樣的 進入醫院以後 如果經過治療 差不多過了10天以後 我們就開始評估 過了10天 他也沒有繼續變化 那還算 情況有變成定 但是做PCR他還是正的 也就是說他還是有 傳染人家的可能的時候 那這些病人 其實他也不需要住院 他應該可以轉到防疫旅館去 所以我們必須有個新的策略就是說 確診的案例 不一定要住醫院 也許在一個地方觀察 然後住醫院的可以病人 你知道 如果情況好轉了 已經不再需要很多的醫療治療 也不需要住醫院 要移出來 也就是說 我們必須保留醫院 來做最有效率的使用 那麼在這個情形下 我們從過去其他國家的一些狀況 你知道 我覺得這個戰略 才是 既然疫情已經散開的狀態下 可以保存最多的生命 所以我們會 台北市開始使用這個戰略 所以要執行這個戰略 我們有幾樣的行政命令要下 台北市所有的以大型醫院 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成立院內的專責防疫病房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如果你沒有成立專責防疫病房 你就提供一定的比例的醫護人力 供我們台北市政府調度 去那些檢疫所或是防疫旅館去服務 因為那裡面放了很多這種快篩陽性的 他們也有可能會變壞幹什麼 所以他不是純粹只有旅館的工作人員可以處理 所以他們那些人 有需要一定比例的醫護人去照顧 所以我們台北市衛生局 會開始對這些大型醫院 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成立你的防疫專責病房 然後我們要求你要把病房的名稱 床術床位全部交出來 我們要開始建立這個中央管制的這個機制 第二點 沒有成立防疫專責醫院 就必須提供一定比例的醫護人力 幫台北市衛生局調度 因為我們要去支援那個 檢疫所跟防疫旅館 這是今天要做的行政命令 那在今天下午之前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會把這個行政命令洽達我們台北市的大醫院 那麼對於這些確診快災陽性的病人 你知道 不管是快災陽性或是PCR陽性 我們要成立一個專屬的運輸的這個團隊 目前有救護車八輛你知道 每一車可以載一到三人 然後消防局有兩台巴士 可以載19人的 另外我們也去徵調 民營的巴士有10台 每一台可以運送21人 所以從現在開始你知道 這些快災陽性的 或是PCR陽性的 這些確診病例的運送你知道 我們一個專屬的團隊來運送 然後我們會由消防局的這個來做主控 那麼也因為疫情還在擴展 所以原則上是這樣 可以居家辦公的 就居家辦公 然後我們再試情況 開始展開這個異地辦公 那這由我們台北市政府人事處去控制 那麼疫苗 所有現在中央給台北市的疫苗 我們會做管制 我們一定要給那個防疫有關的人員低優先 因為他每天在處理這些快災陽性的病人 你知道 這些人要優先保護 我們不能讓第一線作戰部隊先損傷 所以我們從現在開始你知道 疫苗的施打 由台北市衛生局全部來控制 不過雖然看起來疫情相當嚴峻你知道 不過要跟市民報告一些 一大堆壞消息當中的一個好消息你知道 事實上我們從14號開始 在過去這五天 包括今天 14號的時候我們的快賽戰 陽性率是11% 15號的時候是9.7% 16號是10% 但是到昨天的時候 他已經開始降到7.9% 那今天做到現在是4.7% 這告訴我們什麼 只要大家都停止活動 降下來 這個疫情是慢慢可以掉下來 是可以控制的 所以我還是在這個地方 要呼籲全台灣的國民 這個 面對這麼困難的疫情 恐怕我們要訴出國民的素質 來打贏這場 這種疫 打贏這場防疫的戰爭 從台北市的數據看起來 只要大家停止不動 活動活性下降 從平均10% 已經開始掉到 將近只有4.7% 這顯然是 這個戰術是有效的 所以呼籲大家 再講一遍 沒事戴在家裡 出外一定要戴口罩 然後 出外 不要隨便把口罩拿下來 要減少這種活動 大家維持這個原則 還有一點勤洗手 因為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我又沒有遇到噴嚏 怎麼會去污染 一個是手摸到 然後再揉眼睛跟 經過那些嘴巴的黏膜 所以戴口罩 勤洗手 減少這種人之間的接觸 你知道 從我們台北市的數據看起來 你知道 這疫情是可以靠 國民自動自發的行動 你知道 還是可以相當有 在過去五天 可以看到相當有效的在控制 那 加油 我們一定可以打贏這場戰爭 謝謝 其實我們那些不需要醫院治療的 不管是在住院前住院後 你知道 我們會放在防疫旅館 那防疫旅館當然我們要升級 給它增加一些醫護人員 讓住在裡面可以更安全 所以我們還是會保留 這個醫院的戰力 那還是那句話 如果我們病人的增加速度不要太快的話 你知道 我們才有 因為事實上 我們現在很多醫院 要開始啟動那個專責病房 它也需要時間 所以還是那句話 我們先 大家還是不要 減少活動 你知道 那我們還有一點 要拜託大家 不適確診就一定要住醫院 之前之後 保留醫院做核心戰力 這樣才能夠救最多的病人 所以是這樣 台北市還是醫療能量最多的地方 到現在為止 雖然調度上有些辛苦 但是我們同樣的 我們這些醫院也開始在動員 所以我倒覺得 在目前看起來還可以應付 真的是這樣 我相信大家都是願意幫忙的 但是一開始 老實講 我想大家也知道 從上個星期五到現在 短短的差不多四五天當中 變化太快了 很多醫院原來的病人都還來不及出院 所以我相信我們 今天下午開始清理這個病床 你知道 開始中央管制 這些情況會好一點 所以並不是他們不合作 只是他們要把病人 醫院要降宅 你知道 也需要時間 那些看完到的病人 他也不合作一二三 那就全部好 就突然出院 他們要慢慢把那些病人清掉 所以我倒覺得 我們今天 會下達命令給各大醫院以後 會更有效的管制 所以這些問題應該都可以解決 坦白講 是方艙醫院也要時間 所以我們是直接徵用大型的旅館 事實上 從昨天到現在 幾乎只要是快篩陽性的 全部都收到檢疫所去的 那麼今天有一些 在其他地方 或其他時間 診斷PCR證人 我想在今天之前 我們都可以把它送到該區的地方 所以這個問題 因為台北市很迅速的 徵用這個大型旅館 所以問題就解決掉 不用再去 現在去蓋風艙醫院也來不及了 這個我們是在前幾天 才設立快篩餐 所以現在兩個情形 一個是說 我們快篩出來是陽性 這個我們就馬上處理 另外有一種是 他在去醫院做檢查 那也許回到家裡兩三天後 醫院才通知他說你PCR是正的 因為坦白講 目前台灣一下子篩檢量增加太多了 所以目前PCR 坦白講是有點塞車 那所以有時候你去醫院做檢查 到做PCR出來幾天的時間 那出來以後還要再去通知醫院 說這有點delay 那也因為這樣你知道 我才馬上建立那個 專門的交通運輸團隊 剛才講過 八輛的救護車 你知道 消防局兩台巴士 再加上我們從公運處 增調了十輛巴士 所以我認為 這將近二十輛的專屬的運輸車 你知道 來運載這些快篩陽性跟批下陽性 所以所有那些問題 再加上我們現在開始會增調 你知道 這個台北市所有專責防疫 防疫專責醫院的這種調度權 你知道 這些問題應該就可以解決掉 所以是這樣 要跟國人講 這場戰爭是滾動式修正 一直在變化 但是我們會以最快的速度去應變 那不敢說每一件事情都做一百分 但是我們有問題我們馬上會修正 把這個系統修得更好 因為這個新冠肺炎最標準的潛伏期 是二到七天才刮病 所以坦白講 從上禮拜五到現在 也不過才五六日一二 才五天你知道 坦白講 今天這個局面變化相當快 在五天前我們都認為不需要做普篩 沒有想到說一下子變這麼多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事先沒有做 因為他沒有做普篩所以不知道 所以住院以後才被發現 這是有可能 所以我相信現在有相當多的醫院 在這一段時間 會發現住院的病人是新冠肺炎 他是為什麼 因為他本來就被感染 他可能出車禍 或是未穿孔其他原因住院 住院當中才出現肺炎 才被發現 這也沒辦法 因為他本來就沒有做普篩 可是這個病又潛伏期二到七天 二到七天是標準 也有延到十幾天才發作 所以他之前就被感染 住院以後才發現 所以這種情形都會發現 不過我覺得 我倒是對台灣的醫療 還是相當有信心 為什麼 我們從那個和平醫院那兩例確診的案例 後來我們做第一圈第二圈 發現都沒有感染到 所以表示說 雖然他是一個感染的病例 但是我們長期的醫護人員良好的這種無菌措施 你知道 公共衛生的保護 你知道 從SARS到現在 有一定的成長 有一定的進步 所以事實上 我們從和平醫院那個兩個案例 他雖然是感染進來 但是並沒有因為這兩個感染力 造成整個醫院全部垮掉 不像當年那個SARS局面 所以還是那句話 台灣所有的部門裡面 我還是對醫療部門最有信心 同樣的 台灣所有的政府部門裡面 我還是對醫療體系最有信心 還是按照疫情的發展 做適當的調整 所以 當然台北市政府有各種準備 但是 還是那句話 我們不是超前部署 我們是最適當的部署 這樣就好了